《路加坊》第十章 第36、37节 你想这三个人 哪个是落在强道手中的轮舍呢? 他说是念吻他的 耶稣说你去照样行罢 但是唯有那些人一生当中99% 他现在的生活、工作、婚姻、儿女、朋友 每天消磨的时间 全部99%都在神的大令下 他可以跟进或帮助人就多知多彩了 而且程度就丰富到可以因人意义 因才施教 所以没有办法做完整的课程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个人的生命都不同 每个人的本钱都不同 就像我们教育切勒一对一 就是你帮每个人的帮方都不同 所以你本身的底子够丰厚 那你就可以做得到 如果你的底子不丰厚 其实你只能一千坪一律 就是钓钞 就不能懂得辨通 譬如我教慈恩 或者你现在听到 我教慈恩长大的信息 那是我独特为慈恩去设计出来 而在那段时间 因应他自己的成长和智商 他的心地 这样去辅助他 而最重要的这个过程 就是到有朝一日 他能够去到某个位置 他遇到神 他遇到我所说的那种 级数的神的恩高和同在 然后他继续下去 那就已经成功了 所以变成了 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我后非 我也是因为我帮了你们 就是说帮身边的人 为你们个别 custom make 或者是 为到对一个个别的恩财之教 那我就成长了 我对神了解更加多了 我亦看见 神在这种人身上 或者这一类型人身上 他有这样的带领 那我就对神的认识更加多了 所以单凭一个自己的家 在这样看圣经 是不能够真的 托阔我们的生命去帮助人 即无论用诗歌去帮助人 港队去帮助人 对一去帮助人 或者跟进去帮助人 或者甚至是参加职会去帮助人 都其实是托阔了你 去间接去度过一个 你从来都没有的生命 这样 所以但是这个培养到 你们会见到的 培养到的一个程度就是 因为越是这样的时候 你才是有机会接触到神 更加阔的思维方式 和更加阔的智慧 就是怎样呢 就是你会见到 譬如我和你们分享的时候 我在看着什么人的时候 我其实说的是 以他的perspective 和他能够理解的程度去说的 比如举个例子 我都是最近才发现的 就是 譬如我对着 就算是策略家 一些比较simple mind的策略家 我看着他说的时候 我就会说得很简直的 OK 对于一些 譬如说音乐的时候 我就会对着 本身做音乐的那份说 那我变了就会 就是你的脑子 就会是 站在perspective 去解这个样东西 所以我最近才发现这一点就是 就是 当我开始说英文的时候 一说英文的时候 我看这一次音 我就脱卡了 我就说不完那个字 我看着西面的时候 就会说得很顺 很有自信 看到 这个音乐就是 全弯起来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 因为你说话的时候 别乱看 一说起 用到英文的时候 千万不要射过去 立刻你就会脱卡 怎么说的 那字是不是这样说的 这样说 信不信口呢 你看着一个完全英文不行 就可以向他抛书包 说得很顺口 perspective 那些 你就会说得很棒 这样的 其实这个原来就是 人就是这样的 人就是可以 你自己去帮人 你丰富了自己 很短时间当中 你好像活在别人的一生 以别人的观点 第一件事 然后你跟他对话 那样 说国民在买书那些人 所以你看到他说话 有多闻 就是这样的 因为他有他说 你有你听 原来各个全都搞 是这样的 但是 像我跟你们说话 聊天的时候 就不会的 通常会是 刺激到你的兴趣 你喜欢听的东西 这样的 原因就是我看着你 而我站在你的观点底下 跟你去交通 这样的 那这个就是神的其中一样的偉大 就是神应该他都拥有这种 这么厉害的思维 这么sharp 这么清楚 这么快可以 站在别人的立场 看通一件事 以另一个光景 以另一个观点 去看通一件事 这样 很多时候你要看到 很多负责人来到 问我一些问题 怎么解决 总是一说完问题之后 我有时候会教他 以另一个视点 去看那件事 那就解决了 就是因为我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单止我成长 我是帮助身边的人的成长 那这个我们更加丰富了 那这个我们更加丰富了 路加坤第十章 第三十六三十七节 你想 这三个人 哪个是乐在强道手中的轮舍呢? 他说 是联敏他的 耶稣说 你去照样行白 以后 他说 故事 爱然我终不破素晓 爱然行迟永不停 年年不知因点自愿 全的世心会够贫恋 上父亲不坤与佛军 上前过心爱上创雪 犹如星光辉映常传 千载万世之恩倦 深情真千千爱意 是我心中恋恋 醉意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